我是有过2003年的小汤山抗击飞点的经验的 再会遇到这种疫情 确实我没有想过 但是出于军人的本能吧 只要遇到了 我们就肯定是也会冲上去 不会有任何退缩的想法 这个时间我是要过去查房的 我是吴瑞敏 在火车县医院八科医病区工作 我们是2月1号下午到达的武汉 基本上到了这里就进入了战斗的状态 就是现在大家都是高强度的 高负荷的在运转 我们的班次排下来之后 就是一天接一天的过程 在医院党委和护理部的指导帮助下 大家热情很高 干劲很足 那您们现在的主要的有什么生活吗 我现在就是感觉特别有时候会有点心慌 心慌 然后就是有点充气 好 这才 那房地什么的有吗 房地两个 两个 体分都正好 体分都正好 我的护士最担心的就是目镜 目镜戴不好了 那时候看不见 有时候会就像一个紧箍咒似的压着你 因为知道这身防护服是不便宜的 我们把它脱掉 第一 暴露 第二 很浪费 另外还有就是戴着这种防护的情况下 去穿刺 摸不到血管 就是凭经验 谈不上手感 因为你三层手套一袋 你根本就摸不出感觉来了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谦虚 那个真的是能力都挺强的 很少有扎不上的 只要有重病人需要转运 需要外出检查 我就第一时间冲进去 让他们不至于束手无策 我就是希望给予护士们充分地帮助 始终让他们感觉到身后是有人的 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没有一个人说我太累了 我进不了冰区 护士可能就像他的亲人似的 给他喂饭 他旁边床的那个小伙子还说 家里人都没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周到 我就跟他说 你们去照顾他们的新护士 他们给我请假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那怎么办呀 那谁上啊 我说没事你不用考虑我来上 没有为自己调别的 确实挺心疼他们的 还有一个特别有担当 那天有句话我们就特别感动 就是说只要护士出了问题 就由他们来服务 我是94年12月当兵入伍的 然后99年分到我们医院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2016年12月退出现役 现在是自主择业 依然返聘在医院从事护士的工作 这次呢是接到新冠肺炎 我们有这个请站的任务 很自然的就觉得 我虽然推出现役了 但是我作为一名英务工作者 也应该为这次抗击新冠这个疫情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所以当时毅然的就在请站书上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种状态 不知道几号 不知道星期几 那天也是回到酒店之后 酒店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上元宵 这时候我才想 今天是15 看着外面的月亮 那时候才第一次想家 真的是没有想家的时间 想家的时候肯定是掉眼泪了 家里人出乎意料的支持 因为我儿子今年年龄中考 我丈夫以前是不怎么进厨房的 所以我就担心说 他能不能自己 把孩子这个中考的这一段时间 给保障好 这次给儿子做饭做得特别好 然后跟我说 等你回来以后 厨房我承包了 你不用管了 有这么强大的组合 任何疫情都是不怕的 任何困难也都是可以度过的 最终胜利一定是为我们的